肝火旺口苦,肝血虚眼花,肝湿热头油,一输一补一清,全身舒畅。 我总爱说一句话,叫做养肝就是养命。 在中医理论中,肝是将军之关,能藏血,能行气。 在西医理论中,肝又是很重要的代谢解毒器官。 肝不好,我们身体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。 肝火旺会口苦,肝血虚会眼花,肝湿热容易投油,并不是说多严重,但就是让人浑身不舒服。 今天教你三个方法,一输一补一清,让你全身舒畅。 先看肝火旺口苦,像有的人早上起来总是感觉口干口苦, 肝骨下面胀满不舒服,有烧灼感,食欲也不好,老是不想吃饭,脾气急躁,总想发脾气。 一看舌头,舌质很红,舌苔发黄,这多是肝欲化火了。 肝是煮书蟹的,其中就包括了书蟹气肌和胆汁。 肝是书蟹,胆汁不能正常排泄了,上一口腔就会出现口苦。 这时候就要清热书肝,可以参考一个单质逍遥丸。 再来看肝血虚眼花,如果你感觉自己年纪也没多大,眼睛就已经花了, 总是模模糊糊的看不清楚东西,眼睛还干得不行, 脸色发白,一看舌头也是发白的。 平时呢,往往还有手脚的麻木抽筋,这种人呢,就多属于是肝血虚了。 肝主目,眼睛需要肝血的滋养才能明亮, 这就要补血养肝了,可以参考一个龟勺地黄丸。 最后是肝湿热投油,还有的人呢,是头发很容易油, 天天看着就跟没洗头一样,还总是嘴里黏,不想吃饭,胸闷,恶心。 男性朋友会有大腿根的潮湿造痒,一看舌头,舌肢红,舌苔黄腻, 这种情况多属于肝胆湿热太重了,湿热上征,头发皮肤就容易出油, 衣服领子都是黄的,这就需要清肝胆湿热了。 可以参考一个龙胆卸肝丸。 好了,以上就是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全部内容了, 但是要提醒大家,忠诚要只是给大家一个参考, 必定适合所有人,如果你有需要, 一定要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用药,千万不要擅自用药。